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自2022年4月6日起 自法国始发搭乘航班附华人员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时效调整为12小时 其中建于南航航班为中午 法国始发乘客可在前一天下午检测 并在起飞当日增加一次抗原检测 自第三国来法转机人员仍按机场要求进行双核酸检测 先将有关具体要求更新如下 一、总体要求 自法国搭乘航班附华的中外籍乘客 需在法国指定机构进行核酸加抗体检测或双核酸检测 并向中国驻法国使领馆申领绿色健康码 二、检测时间 该表警是用大使馆领区指定检测机构 三、检测机构 一、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指定检测机构信息如下 二、自摩纳哥金法附华乘客 可在Santa Science Cafe的Monaco进行核酸加抗体检测 并向驻法国使馆申请健康码 三、自第三国来法中转赴华乘客 可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中转区指定机构进行双核酸检测 四、自法国使发人员检测要求 一、请在规定实现 在指定检测机构完成检测 根据所在领区 向驻法国使领馆申领绿色健康码 请注意上传还有检测机构地址信息和医生签字的报告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二、申请人需上传拘留证明、签证等材料 证明个人常驻地为法国或摩纳哥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三、在法中资机构人员 需在登机前进行至少21天的隔离闭环管理 临时来法出差人员和登陆船员 应在当地进行至少14天的隔离闭环管理 上述人员应在申请健康码时 一并上传企业盖章签字的隔离管理承诺书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四、接种国药、科兴等面活疫苗人员 请在检测时说明接种情况 按要求进行双核酸检测 无需进行血清抗体检测 完整接种面活疫苗人员 如接种了其他种类疫苗 仍视为面活疫苗接种者 接种非面活疫苗和未接种人员 请在检测时说明情况 按要求进行核酸加抗体检测 请注意 完成接种疫苗所需全部针剂数量满14天的人员 视为接种人员 应接种两针但只接种一针的 同一天内完成两剂面活疫苗接种的 均不是为接种人员 请在完成接种14天后复华 接种完成不满14天的 即是符合双阴要求 亦不予审发健康码 五 对于有感染室人员 曾在医疗机构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或随未确诊弹核酸 血清抗体任意向检测层层阳性的人员 经视为有感染室人员 此类人员如需复华 请提供当地医院出具的再有肺部CT或X光结果的诊断证明 以及采样时间 间隔24小时以上的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并在第二次核酸检测后三天内 发送至所在地使领馆邮箱 相关管审核回复后 请自我隔离14天 再按要求申请健康码 六 为减少旅途感染风险 驻法国使领馆不为自法国出发 经第三国中转复华的乘客核发健康码 请选择至飞航班复华 五 自法国中转复华人员 一 所有自第三国来法国带高乐机场转机复华人员 均需在机场检测机构进行双核酸检测 请转机旅客抵达后 按照机构要求进行两次采样 在获得双阴性报告后 向我管申请健康码 请注意选择标签为戴高乐机场的检测机构 如是填写全部形成信息 二 始发国有制非复华航班的人员 请无经法国转机复华 否则无法获得健康码 三 转机人员需在出发前 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申请健康码 有关政策请咨询当地使领馆 对未获得中国驻始发地使领馆健康码的 我管不予发放健康码 四 来法转机人员 在始发国购买机票时 需同时向法国戴高乐机场实名预约中转检测 抵达戴高乐机场后 凭护照 计票和预约确认函测 中转时间不足十小时的 航空公司暂不予售票 请留意检测中心开放时间 并仔细阅读相关销售条款 五 中转时任意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的乘客 请严格按照机场要求隔离 相关费用需自理 六 戴高乐机场检测报告为电子版 请在收到短信或邮件后 及时下载电子版报告并上传 避免到检测机构领取直至版 机场方面提醒 请使用可在法国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 避免多人共用一号 以免无法下载检测报告 如确需领取直至版 请在上传时注意拍摄清晰 七 为防止戴检作弊 戴高乐机场和富华航空公司 实施手环身份认证制度 请在检测机构 佩戴手环 登机时配合航空公司查验 如手环遭破坏 不予登机 需重新检测并改迁航班 要不要动 没动 失敬 虚待 并 不 進